2015年起美元危机分析与建立金本卫星的国际货币体系 2015年起美元危机分析与建立金本卫星的国际货币体系 2015年起强势美元概念逐渐消失 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逐渐下降 美元危机已经悄悄的来到 美国政府日益扩大的财政赤字 贸易赤字和国民低储蓄率等问题 显示美元是一种有严重缺陷的货币 美元行将坠落 全球外汇储备构成中美元所占比重下降 要求石油交易 以非美元计价和结算的国家越来越多 美元升值导致石油出口国家积累的美元资产 大幅缩税 这促使越来越多的国家要求 在国际石油交易中加入欧元 人民币 卢布或其他货币 已经把石油收入转为非美元货币 中国、俄罗斯、欧洲、伊朗、委内瑞拉、印度 已经用石油和12个拉美国家建立了非美元 易货贸易机制 俄罗斯正式宣布将在圣彼得堡建立石油交易所 在那里交易的石油 天然气和其他原料都用卢布结算 国际石油交易的计价和结算货币最初并不为美元垄断 在1970年代以前国际石油交易的计价货币是多元的 美元和黄金脱钩后 美元不再像过去那样具有稳定的价值 欧佩克国家希望摆脱石油美元计价机制 美国过去在1970年代和沙乌地阿拉伯签订了秘密协议 协议中沙特同意继续将美元作为出口石油唯一的定价货币 以换取美国提供的安全保护和军事支援 但是2015年其越来越多的国家要求使用 非美元作为石油交易的计价和结算货币 中国及各国已经开始连续性减持美国国债 是往比较健全的方向 过去中国一直持有大量的美元外汇储备 反而增加其风险 各国减持美债 日本2月减持142亿美元美债 美国第三大债全国比例12月同样减持美债 从1月的3546亿美元降至3453亿美元 俄罗斯曾在去年11月时持有的美债规模为1081亿美元 但到了2015年2月止减持规模超过30% 伊朗在石油交易中的地位5% 俄罗斯在国际石油出口市场上所占15% 一些独联体国家对俄罗斯石油的高度依赖 美元在国际石油交易中面临的困难值得注意 美国每年的军费开支是全世界其他国家军费 开支的总和 美国主导了现行的国际美元金融体系 并借此大幅提高美国的综合国力 美国政府深知美元国际地位对美国的重要性 会全力以赋予以维持 美国政府早已充分认识到美元作为国际本位货币 对美国霸权的重要性 美元作为国际本位货币可以使美国获得国际助避税 国际借贷的软约数和转价通货膨胀损失等好处 为了维持美元的这一地位 美国会无所不用 因为垄断美元对大宗物品的计价 结算货币地位是同样是维持美元霸权的 重要基础之一 金融恐怖平衡的存在 在美元本位置下 过去由于面临原罪的困扰 东亚国家和地区选择盯住美元 2015年起情况已经有所改变 东亚国家和地区 过去外汇储备大多投资于美国债券市场 这有助于弥补美国的贸易逆差和使美国利率维持在 相对较低水准 从而支持了美国国内消费和进口 美国与东亚之间的这种 美元金融恐怖平衡 亚洲主要国家和地区 未必选择继续增持问题总总美国国债 维持美元金融恐怖平衡 美国政府虽然经常宣称强势美元符合美国的利益 美国的次债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 暴露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 长期以来积累的问题 几种重要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 以及美元不稳定的风险 世界经济的发展与稳定和货币问题紧紧 联系在一起 关系到各国经济的发展 随着国际商品交易的发展 这就需要有一种各国普遍接受的 国际货币单位金元汇率本位 需要各国货币之间建立确定的 金元汇率兑换关系 美元霸权体系 已经越来越不适应 国际经济发展的需要 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 一系列世界性的金融危机的相继爆发 美元存在的弊端 得以曝露 当前各国普遍实行浮动汇率制度 国际兼需要一个统一稳定的金元汇率货币 体系 现行美元国际货币体系在运行过程中 的主要缺陷是汇率的不稳定和公平支付体 系的脆弱性 当前美元霸权货币体系 使得金融危机成周期性爆发 当下各国多采取自由的汇率制度 表面上很自由 但实际上仍存在着美元储备货币 发行国对汇率制度的主动安排 与其他国家被动选择汇率制度的矛盾 只能被动地选择美元等少数货币 在货币间的汇率波动的情况下 出现了发行国货币竞争性贬值的现象 不利于为 持汇率制度的秩序 现行的美元霸权货币体系 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的趋势下 任何单个国家 美国的国内监管措施 对高度国际化、全球化的资金流动和信用关系 已很难再具有相应的控制能力 缺少缓解美元危机所必须的最终贷款者 从而会导致2016年美元发生为 极可能传播开来的现象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美元的无限供应缺乏约束 国际收支的调节不平衡 发展中国家和许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实行的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 已经不再是客观有效的方法 过去亚洲金融危机之后 东亚国家依附美元 国际货币体系围绕美元展开 这被称为很大的盲目 在以美元为中心 浮动汇率制的实行 使美国仅有维持美元对内价格稳定而 不能维持其对外价值稳定 因此美元的发行量在现行货币体系下是处于无时值约束的软约束 的 在国际收支调节中 亚洲新兴市场国家 特别是中国处于贸易顺差 美国用美元向东亚国家购入廉价的稀缺资源 以发展美国自己的经济 支持其把主地位 在贸易顺差中东亚国家美元储备增多 再把外汇储备投资于美国金融市场上 从而实现的美元的回流 面对当前的美元货币体系的问题 我们不禁会思考当下的对策 一个健全的国际货币体系去美元化 经本位汇率制度 应具备众多条件 包括汇率稳定 各国国际收支稳定金元汇率调节机制 合理和国际储备总额应保持无上限 首先制定稳定的汇率体系 建立新的金本位置相对于黄金根本固定汇率 如1金元等于100USD等于60EUD 黄金是货币的基础 具有一般支付手段职能 作为国际储备来说 黄金也是最可靠的保值手段 把主要国际货币 如以世界主要经济体发行的美元 欧元、国际化的人民币、日元等主要国际货币 与美元挂钩 改为与金元汇率挂钩 针对世界新储备货币金本位发行的监管 按新金本位建立新的国际货币体系 金本位发行无储备上限 只有与各国的监住金元的浮动汇率 监住金元与监住美元的最大差别 付出住币税的有无 不用再抽血给美国用 随着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 新金本位制度具有很大的优势 不仅保留了货币与黄金挂钩 还可以无限制发行金元货币 因为金元货币原则上是标准单位的黄金价值 能够唯一削弱美元的霸权地位 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稳定发挥相当大的功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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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